大家好,我是杨 俗话说,千寒一除,一湿难去 很多人都有湿气重的症状 会出现各种各样的小毛病 如果湿气重,会出现头部晕沉 舌苔厚腻,皮肤发痒 四肢关节酸痛沉重 小便浑浊,大便糖蟹 身体发沉,不想吃东西,胃口受影响 如果有这些症状,就要看看自己是不是湿气重了 今天就要给大家一个非常好的方法 就是通过踢腿来排空身体的湿气 在练习之前,大家可以为自己收藏 以免以后用到的时候找不到 首先手腹墙或者其他支撑物都可以 保持身体稳定 肩一条腿抬起,一条腿支撑 用抬起腿的脚背,去踢支撑腿的小腿的部分 在肥肠肌两腹肌和肌肩胶脚处 有一个非常重要的穴位,叫做成山穴 它是人体脏腹,经络之气 疏住并散发于体表的部位 可以由抬起腿的脚沿着小腿的后侧 由上往下踢,整个小腿都踢到 力度可以稍微重一些,渗透踢表 到小腿中间部位的时候可以重点拍打几下 由上到下,一条腿踢完再换另一条腿 两侧都要踢到 有些人在早晨起床以后 感觉小腿肚异常的酸痛,沉重 而且发现体重突然增加了不少 这说明出现了虚胖的现象 出现这些问题多半与体内的湿气重有关 因为湿气重的人本身就容易发胖 而且减肥起来也比较困难 每天睡前要养成泡脚的习惯 出汗既是在排湿也是在排寒 但是一定要控制泡脚的时间和温度 要控制好水温和时间 水温不要过高 以免烫伤皮肤 泡脚的时间也不要过久 否则就会因为汗液丢失过多 会出现身体乏力的情况 平时也可以多做一些有氧运动 比如慢跑 打球 跳坚持操等 出汗要适度 不要太多 注意保暖 出汗以后要及时擦干 好了 这期的视频就分享到这儿 有请我视频的朋友可以关注我 我是一样 咱们下期见